美国奥克兰的慈禧技工则是举办了素食茶会 先让民众了解素食对身体的好处 还准备了素食的餐点 让民众能够亲身感受素食的美味 希望能够带动社区民众如素的风气 原本枯黄的树木因为民众发愿如素 而长出绿叶和果实 这颗苹果代表的是未来一年三餐都要吃素 每一颗苹果也是地球的一个希望 志工准备了素食料理 让民众吃素的行动就从这次开始 美国奥克兰的慈禧志工从六月份开始举办素食茶会 希望在社区带动健康饮食的风气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世红 施贵美唐嘉惠美国报导